刘主任 都知道您是东北人 那个东北的父老乡亲过来来北京找您看病的也多 在这些病人当中因为您的病人往往都交给我滚 我感受到这个就是高血压的病人多 但我其中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 他刚刚下了飞机到咱们这儿 那个女士是高血压患者 结果脑出血了 那个刚进医院 所以说呢 我就特别感受到咱们东北 尤其是东北农村高血压的病人多 您能不能给大家分析分析 为什么咱们东北的这个朋友们 为什么发生高血压低压这么高 尤其是农村的 好的好的 这个东北的农村呢 经过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呢 生活水平确确实实有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高 日子过好了 对特别是从这个饮食这方面 那就比过去好的不知道有多少倍 是 具体的体现呢 主要就是说这个肉比过去吃的多了 特别是猪肉比过去吃的多了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东北人呢 口比较重 嗯 因为什么呢 有的时候总是认为肥肉要靠盐来办形 吃着才香 吃着才不腻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 另外呢 这个腌制品 你比方说东北人喜欢吃这个酸菜 酸菜 其实酸菜里边的含颜量也是不低的 高纳 对对对 也是高纳 再一个呢 就是东北人性格比较豪爽 不论是见到谁 嗯 啊 总得来上三大碗 啊 这样呢 就是这个酒精摄入量呢 就非常高 嗯 这些啊 都是造成高纳的基本原因 嗯 再加上呢 这个东北这个地方呢 人少 嗯 帝国 嗯 有的时候到镇 啊 到市的距离都很远 是 所以说呢 有的时候有个小病小灾的 也看不了 也看不了 也去不了 啊 比方说以这个最简单 可以这么说 高纳 他自己可能得了高纳 他也不知道 嗯 没感觉 没感觉 很高 但是没感觉 对对对对 这样就扛 也不体检 也不体检 对 到最后呢 就说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来讲 嗯 出现了脑出血了 脑梗了 这个时候才想到 是不是过去有高血压 是啊 那个女性我印象深刻 她是来投败您来北京看病了 对 但是下了这个飞机之后 她血压就是很高 对 她之前都没有任何感觉 对对 但是最后可能因为那一天折腾了 后来脑出现 对 但是结果还是好的 经过处理之后 也都非常好 对 嗯 但是的确印象深刻 对 所以说呢 呃 东北的父老乡亲 咱们呢 一定要 要好好地把这个饮食结构呢 做一个调整 对 改善 然后经常地呢 做一个体检 对 体检 以保证呢 咱们有一个良好的身体 明白 这个有机会您也老跟我们说 说这个去东北 好 尤其是居层 好 去疫诊 到时候只要 六十人您组织 好 咱们把首都的医疗资源 应用到我们的家乡 好 感谢六十人 感谢六十人